业人包伟名、魔术大师、年利人 共同发起了魔幻音乐响宴100场的关怀列车活动 25号、26号两天来到花莲县泰巴朗国小、越美国小 并结合花莲县后备献兵忠贞协会 共同发挥爱心关怀 而今天更是第98场受到全校师生热情欢迎 校园不时散发出温馨以及欢笑 包伟名以多年的主持经验 说学逗唱的方式将师生逗得是欢笑连连 现场非常热闹 号称肖敬腾之师的吴志华演唱流行歌曲 小朋友也朗朗上口 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唱歌吗 对 为什么 本来蛮喜欢唱歌 所以第一次跟艺人一起合唱 那这一次来是第98场 那这个年龄人年大师刘宇晨金曲歌后 年龄人这个魔术大师呢真的很棒 发起人 帮我们这个整个构思说能去到比较稍微偏乡的小朋友 让他们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视觉 人生的应用视觉享宴 然后改观人生 那其实我们去 去帮助弱势也好 帮助一些这个应该是单亲家庭也好 那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快乐 但是很多偏乡就是 在这个怎么样 边缘地带 就需要我们特别的去多的一点 情感跟关怀 最重要的是我们来世有什么 有温度 给孩子们这个充分的爱 就是用快乐来给他们享受 对 希望小孩子们能够长大以后 像我们一样去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OK 我给小朋友讲就好 也许我们的人生起步跟人家不一样 也许落后很多 但是我们的终点线绝对是一样的幸福 只要你自己肯努力 而年龄人 近距离的表演精彩的魔术 让全校的师生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花林县后辈宪兵忠贞协会理事长也表示 提供最大的资源协助 为花莲的偏乡儿童尽一份心力 那因为这样的活动已经持续了四年 包含疫情过程当中都有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推广 我们对他的资助就是微博的一个车马补助费 那都是由我们协会来自筹来负责 那当然也很感谢有其他社团 共同响应这样的活动来推动 那最后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某万渔业饗宴 光怀列车100场的第98场 来到这个越美国小 非常感谢林仁跟包吟民 他们的爱心不乐人后 除了赠送文具玩具 以及贴心的送给每一位学童 主办单位也特别宣导了反读教育 以及未来长大之后 有能力也希望学童能够成为乐于助人的人 更要懂得感恩人 而这次来到花莲已迈入第98场 也将完成100场的使命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